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2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是情人節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中美氣球事件越來越惡化 美國已經是擊落 第四個 間諜氣球 一個是加拿大的領空 另外三個是美國的領空 在這件事越演越烈之際 中共 老羞成怒 瘋狗發惡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昨天星期一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你們美國惡人先告了 只是去年 你們美國的氣球 沒有經過中國相關部門批准 十幾次 非法飛躍中國的領空 他批評美國 首先要做的 應該是反攻自省 改完更章 而不是要污衊 要抹黑 要煽動對抗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 就說這件事 不是事實 我們沒有氣球飛去中國 外媒記者就美國擊落中國氣球提問 汪文斌 氣急敗壞回應 說中方已經多次表明 中國的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國領空 完全是不可抗力導致意外和嘔發事件 美方擊落飛艇的做法 完全是濫用武力 過度反應 對此他堅決反對 他繼續說 美國頻繁派艦機對中國偵察 去年高達 657架次 只是今年一月份 在南海就高達64架次 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 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中國 這個軍方 派戰機把他擊落呢 因為現在美國感受到危險 他就把你們的氣球 用戰機擊落 你們 面對人家的戰機 是不是呀 派艦艇、派艦機在你們中國做偵察 比起氣球 是不是更加危險呀 為什麼中國 要這樣喪權辱國呢 現在中國的面子 被你們刁青 被你們弄壞了 說好了的 什麼中國崛起呢 什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呢 什麼軍事強國呢 原來 跟晚清一樣 是不堪一擊的 為什麼美國 派戰機來你們不用戰機去攔截 不將他擊落呀 好啦 繼續聽聽汪文斌怎麼說 汪文斌表示 美風氣球非法進入別國領空 也施空見掛 好啦 施空見掛就拿證據出來 什麼時候 幾月幾日 你在哪裡拍到 距離 你們的領土 高空有多少公尺 不是隨口說的 現在問題就是人家有證據嘛 人家拍到嘛 你有沒有證據呀 你有沒有拍到呀 為什麼當初你不說 去年十幾次 為什麼每一次都不見你說 你是不是漢奸 你是不是懼怕美國 好了 他指美國長期濫用自身的技術優勢 對全世界包括其盟友進行大規模無差別的涉停 洩密行動 遍布全球國地 侵犯他國主權和利益 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美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最大間諜關犯 以及監控對國 其實說出來真的很好笑 我想現在大陸已經沒有人相信這些東西 原因是什麼呢 美國如果要監控你 不用用氣球 美國的衛星可以拍到你汪文斌打飛機的次數 以及那個時間 然後呢 現在美國 人家發現了你的氣球 你現在 出來說美國去年也飛了十幾次來 十幾次來你不抓住他的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竟然可以找到美國的氣球自出自入 為什麼你不打他下來呢 就算不打他下來 你也記錄下什麼時候 你說來聽一下 你夠說 中國從來都是這樣的 人家沒有發生的事他從來都不知道 人家一說他 我也有啊 我還先進過你 是不是 究竟這是什麼人來的 叫救鴨死 好了 另外美國記者就問 其餘三個在美國的飛行器是不是屬於中國呀 汪文斌就說 不知道 不了解 但是美方頻頻發射先進導彈來擊落飛行物體 這個是用力過慢的過度反應 對於美國商務部把六家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 汪文斌指出 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國領空 完全是由一起不可抗力導致的意外偶發事件 中方已經多次向美國說明情況 而美方卻炒作圈嚴 變本加厲 並以此為藉口 非法制裁中方企業和機構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並將採取必要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企業和機構的合法權益 好了 首先我們來講講什麼叫非法的制裁 美國的法律 其實 一句講完三個字 大了 只要美國要制裁你的就是合法 你違反美國的制裁就是非法 很簡單 因為你中國沒有資格說這件事 沒有這樣的能力 美國要制裁你 你只能夠乖乖地被制裁 你只能夠享受制裁 好像大陸的貪官要強姦那樣 結果 被人強姦那個 將那個貪官的陰敬截斷 最終被告上法庭 就是傷害他人 身體 不配合強姦 那麼好了 美國既然大了 美國的法律就是法律 那麼你既然沒有辦法抵抗了 你就享受它咯 你就配合它咯 這件事我們要講講 中國 現在出來亂這麼急 生安白做 不要緊要 我們當是真的 那麼我們想問一句問題 為什麼美國 十幾架氣球飛去你那裏 你不作出任何的回應啊 你是不知道啊 還是現在剛剛才知道呢 沒有理由的 那麼你怎麼知道就有十幾次呢 原來一早知道的 那麼你一早知道你不出聲呢 是不是喪權玉角呢 人家 已經 欺負到上門了 是不是 現在剃你眼眉 連你的陰謀也剃了 那麼你還不出來反抗呢 你這個國家到底是用甚麼做的 用豆腐做的 人家戰機 飛幾百次來你的領空 為什麼你不把人擊落呢 很簡單而已 你有能力的 你中國有沒有能力 還是沒有啊 沒有能力就說沒有能力 坦白說 原來你是沒有能力的 他自己說 美國恃著有這些 技術優勢 是的 人家是有技術優勢 現在問題是 誰叫你沒有啊 好了 氣球的問題 我也覺得是負負而所思 為什麼氣球 會被人家 發現了 是吧 明目張膽 三架巴士那麼大 你知不知道氣球直徑 有三架巴士那麼長 喂 基本上用肉眼都看到了 搞到美國被人家拍了影片 令到美國政府不打下來也不行 打下來人家就去找個殘骸 有證據 知道了你哪間公司做 哪間公司做 哪間公司就用甚麼科技 你們偵測了甚麼 有證據 到時 他拿出證據出來動你的時候 不是跟你打嘴炮的 最嚴重的 可以向你宣戰 甚至乎 基於國家利益 基於國家安全 他可以先發制人 先行斬首 當然 斬首這件事可能是 比較重一點 未必會這樣做 但是 如果要對你宣戰 我想你也沒有人走 你看不到明天的日出 汪文斌 好了 現在的情況 我們看到中國 既然你說到自己大國崛起 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為甚麼你的行為跟晚清差不多 甚至乎 比晚清更加喪權辱國呢 你的氣球飛去 人家國家被人擊落 那為甚麼人家的氣球飛過去你那裏 你不喜歡擊落呢 說不通 你究竟要不要臉 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小粉紅應該要開聲 一定要一致 擊落美國的任何這些飛行物 甚至乎 客機也要擊落他 將這些美國飛過來的客機擊落 你膠膽就做了 是不是 說那麼多 現在 你給人的感覺是在一隻門口狗 只是肥的 好了 大家看到那條片 兩隻狗隔著一個閘子在那裏 狂吠 他一打開兩隻狗就當沒事了 很明顯你告訴別人自己是門口狗 只是一把聲 好了 這次弄到這麽大件事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很好笑 他現在 公然由一個外交部出來說謊 以往就說 武漢肺炎是美國 軍人帶去武漢的 軍運會 令到那裏的人感染 軍運會 軍運會是2019年8月份舉行的 竟然可以持戶了4個月 到了12月份才在武漢爆發 什麼病毒那麼嚴重 你自己說出來也不怕好笑 好了 以往 中共說這些謊話也不是官方的 這次直接由官方說謊話了 美國也要飛飛氣球過來啦 問題是 你要飛氣球去偷人家東西 人家不用的 而且 而且 這個世界 不會有有錢人偷黑衣 撥上面 吃剩下的半碗狗飯 是不會有什麼事 沒有人會偷你東西 你怎麼被人偷呢 是不是 人家的衛星什麼都看到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說的謊話是不會人相信 不過現在公開由外交部出來說謊話呢 我想都是一個新常態 以後可能會長期這樣做 這件事 大陸的小粉紅應該搞大他 是不是 國家怎麼可以受這樣的屈辱 一定要反抗 是不是 不把美國的 這些飛行物打下來 勢不是為人 是不是 甚至乎 你們有本事的 就好像當年 這個北韓間諜 擊落大韓 航空的客機 這樣一樣 你們做得出的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可朋友訂閱Patreon 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大一點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而已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都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